我们这节课讲的动物是我们常人所不能见的 最主要的就是书像龙 这一个系列 不管哪个时间省的 早中晚 都有龙的特性 前面我有一节课专门讲真的有龙吗 科学里面有一些人讲 有的是静坐当中 有的是梦里 有的是甚至现实都讲 这个龙 能兴云不语 他是 所有动物 甚至在他身上都能找到特点 鹿角 马头 有的是牛头 牛耳 蛇身 鱼鳞 虎爪 也有说凤爪等等 还有说人虚 那就更了不得 这个龙虚也非常重要 瞎眼等等 因为龙 他这个跟那个龙是一样的 他这个眼就不太好用 行到其事 但是画龙点心 这个点的好也非常重要 他就是这种形状 你就点出那个样子 那龙呢 他就像龙着尊严 九五之尊 对吧 那古代 国代只有皇帝的龙 有五个爪子 一般的只有四个甚至三个 不能随便画 也有说鹰爪 对吧 看这个龙 还有说像什么 像天然的闪电 很像 那个形状 有的 非常像 还有说龙卷风 因为龙溪水 反正他是主管这一块 很要面子 很有威视 很有排场 等等光明磊落 这些人在早上就是这个特性 当然更像是男性 如果女性可能 身为感觉更乾隆一些 这些东西想她的心底 多一些 女强人我们就不说了 那总之这是个大属相 羊的这些地址都是大属相 骨啊龙啊马啊 然后接近金水阴的这些 就不算大的 其他的大都是小属相 当然了这个牛也算大属相 也是阴的 然后就蛟龙 就中午下午的时候就蛟龙 蛟龙呢 说500年才能画成龙 蛟龙煮什么呢 它能发洪水 一个是星风 一个是坐浪 当然蛟龙更像是西方说的那种比较坏的一点的那种 Dragon 实际上 它的特性呢 你拿鳄鱼西蜜来比喻 它的这个皮夹很厚 尤其鳄鱼 它防御理性 它有这个这个比较保守 但是防御反击非常厉害 也是有这种领地意识 那相对来讲呢 就护加了 家庭责任感强了 他们 我们就往这个类像上去比方 相对于的人的特点 习性 那还有就是鱼 鱼这个生物 实际上 在海里 种类是最多的 各种鱼 比陆地上要多 就好像海洋占70% 陆地占30% 大概如此 好像是78 21 22这样 这个鱼呢 就比较的 虽然它在海里 长期在海里 但是说明它这个火力反而往 我们中国人讲这个 鱼生火 肉生塔 它眼睛一直睁着 它的这种 起足心像龙一样 很主动 活泼 晚上都不睡觉 睁着眼睛 中国人讲鲤鱼跳龙呢 其实龙生鳩子里面 那个最后一个吃吻 很有可能将来能成功 唯一一个 不吝点 对 我会想起来